主持人 我有個秘密給你知 其實三個主持人 我最喜歡都是你 因為你會帶我們到處去玩 又去東京吃粥力 又去郵輪玩 我真的很開心 這次還有很多雞翼 是不是特意選我來的 當然 因為我今天帶大家來到 名古屋的一個很著名的美食節 就是首遇先高峰會 簡單來說就是雞翼節 全國所有最好吃最好吃的雞翼 都來到這裡一較高下 爭奪一個最高榮譽的雞翼節 對呀 總共今年有28間的參賽單位 那我們是不是每一檔都會吃光 當然啦 我們這麼遠才來到 最喜歡的MC就是我 但最喜歡的雞翼是哪一檔呢 快點去找找吧 看起來很乾真真 味道的平衡不錯 但更乾一點 好像沒有上一檔那麼乾 看起來很酷 你看 裡面多酷 對呀 但它的尺寸比上一公園 大一點點 我沒有比較擴憾 比尺寸的尺寸的 他們經常比較擴憾 是乾還是濕一點 今晚可以買涼茶嗎 一早起床要做甚麼 吃東西啊 吃早餐 我們來到這裡繼續吃 這間有東西吸引到我 100日圓一隻 夠底 這個實在是燒雞 有些像去BBQ那些 燒雞翼 你可以吸引到肉汁嗎 肉呢 都很均勻 這間很科人啊 好啊 吃啊 這個皮很棒 這個頭衣 日本最大級穿腸 25厘米 哦 全一頭 哇 好草 好聚手啊 它的皮有點像之前吃的那間 沒有味道的那間 看到這個POOF 其實裝飾得像聖誕堂 但是現在是夏天的 穿到這樣 很熱啊 還要幫你搬涼 真的太細心了 升起快 怎樣 覺得怎樣 有沒有冠軍 是可以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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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鹹 很鹹 很重口味 反而它不辣 沒有感覺 不鹹不鹹 吃雞翼就好像溝女一樣 怎樣呢 當你一次過輸26個女兒的時候 你27個女兒就應該沒有感覺 我喜歡明白為甚麼 因為那些帥哥 咬著跟很不靈女的人一起 我們朋友三號檔 因為你知道我們最忠誠都是三號 我們為了去驗證 我們真的覺得最好吃 我們吃完之後 要再來一個Final Time的味道 Thank you 這是九指胡椒味的 九指胡椒味的 它的味道真是最適合的 真的沒得輸 這個吃下去有點甘甜 我辛苦了這個冠軍 真的是三號 這個就是一個頭廟的卷 有時每一檔我給一張 有時看到我三檔就會給三張 有時我還給一整盘 放完之後就去這個位置 你會換到一個Coin 你就可以選擇 剛才你生活中最喜歡的雞翼 我就很喜歡三號 Honey Witcher呢 我也是三號 三號 我呢 三號 一年三天的雞翼節 我們前天試了28間雞翼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試完最後兩間電堂級雞翼 什麼叫電堂級雞翼 電堂級雞翼 就是早前的雞翼節 贏了的雞翼攤檔 就回來擺檔 就叫做電堂級雞翼 我們今年就有兩間雞翼 這個是前年的 旁邊的就是上年的 那我們就試試它什麼味道 哇 皮都挺脆的 但我去炸鹽它的肉有點韌 就是有少許Dry 好啦 最後的兩隻雞翼了 這個就是重 有點醬油味 但又甜甜的 上年的 贏回來的電堂級雞翼 上年的電堂級 不會很辣手 我明白它為什麼會贏電堂級 說一下 我覺得它擺在今年 一定有頭三名 很想聞到香 第一個感覺 第二個感覺咬下去 其實皮是 很少有一間店鋪做到這樣 它的皮可能不像唐人的做法 炸得很脆很脆 咬下去它整塊都很有口感 Hello Hello 我們這次來到明古的九屋大通公園 參加這個首語先的高峰會 最終結果是怎樣 就是這個13號店鋪贏了 恭喜 這個雞翼最特別的 就是平時雞翼兩條雞骨 它只留一條 將肉這樣向上一扯 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吃法 我沒有想過在香港吃雞翼 可以吃到去日本明古屋 其實真的非常開心 我們之後有什麼機會 再帶大家出去玩 我們要回去減肥 OK Bye Bye